通过QQ对话 我们无法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 事情至此 我们原本也不想打扰这个女人 但是她的前夫刘絮 多次发短信告诉我们 特别希望面对她 希望能有一个和她继续好下去的机会 为了找到母子之间的问题症结 同时找到化解的办法 我们赶到了苏州 作为这次调解的一员 我们也希望这一切 能有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于是我们选择 再次拨通前妻的电话 喂 莉莉啊 你打错了 不可能打错 因为这个电话号码 和她通过电话 请问你是莉莉的妈妈吗 你不想面对这个事情 就直接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信息 我们又拨通了前妻继父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退步 从前妻完全拒绝提以前婚姻的事情 我们能感到的是 她对前一段婚姻完全已经放下了态度 更能感受到她不可能复婚的想法 所以无论刘旭与她之间婚姻的结束 是出于什么原因 前妻应该是无法再与她继续 而刘旭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重新振作起来 才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对于和母亲之间的问题 她该怎么去面对呢 刚才我们看到记者去找您的前妻的一些经过 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这个结果我在几个月前我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谈了 两个晚上我们才决定离婚的 我也是想让她过得好一些吧 感觉她在这个家里面确实经历很多事情 她每天过得很不开心的 每天都流泪 你找过原因吗 譬如说为什么弟媳妇跟妈妈能相处得好 而我的媳妇跟妈妈相处不好 性格的问题吧 我们也无法确定说 这到底是儿媳妇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 还是夫妻之间的矛盾 我们现在有请儿媳妇上场 我们听听看在她眼中 她的哥哥嫂子们是怎么生活的 你好 唐女士 你好 请坐 我想问一下 现在家里有这个欠款的 现象有这个情况 你是知道的吗 知道的 你也知道这笔钱是怎么欠下的 知道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从进到这个家 第一感觉就是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老公 就是做小生意给他们 给他们汇钱 供他们上大学 然后我就觉得为我婆婆抱不平 因为我婆婆为了他们 就是整年累的那个腿 就包包子 从夜里两点拌起来 就是卖到那个早晨九点 一直在那不停地包包子 而且就是她自己在包 非常的紧张 就怕她等一下晚了 就卖不出去了 就这样的 就这样的 然后 once 请坐